感冒是否能自愈 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猫命的抵抗力是否够高 因为感染主要是由细菌病毒感染引起的 只有比较高的抵抗力 才能够自发的杀死这些病人体 二是感染的病毒或细菌的毒力 如果毒力比较大 那么自愈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小 甚至会激发其他严重的疾病 严重时还会危险猫咪的生命 感冒的临床表现多样 而且很容易混合其他的疾病 缺乏医疗知识的主人 无法加以判断 很容易延误病情 为了猫咪的健康 建议当猫咪出现咳嗽 有鼻涕 频繁打喷嚏等症状时 及时带到宠物医院 做进一步检查和治疗 我建议積施伤在家 维持相关的药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